有一年王老师突然说到一封写书 后来发现它是一个叫鱼儿的写书 我是个鱼鳞病的妈妈 就是一种皮肤的这种 我们简单理解就跟树皮似的 重症的皮肤过度狡化一种疾病 它就很痛苦 但它后来有了一个宝宝 这是隐性遗传还是显性遗传 大部分是隐性遗传 但是因为鱼鳞病也只能找鱼鳞病 断了另一半 所以后代比例就应该说非常高 所以开始生出来的那时候 后来发现它生出来的那个孩子 也开始出现鱼鳞了 而且更重 它就觉得要把孩子杀了 然后自己再自杀 就问我们有没有能够通过基因的方法去解决 这个病种在中国有多少人 估计至少是在有数万到数十万这么一个范围 因为没有人都同意上来 但就是那封血酥 其实让大家最近天决定了 能不能天下无残 先天无残 你后天比如被交通事故创了 这咱管不了 但是你先天能不能无残 这其实就是我说的使命 你既然有这个技术了 你为什么不能帮助大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做一系列的这种干预 其实是科研工作者和商业工作者需要去考量的 对中国来讲 你像无残产金检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婚前 运钱测一下 唾液就行 中国的南方使者 这个地平都是一个高累积的区域 只要他俩不携在同一个位点上 他俩结婚 那最多是个携带 如果两个人碰上 第一个 12到16周 骑血阳穿 我们就先看一下 这个胎儿是不是地平的一个患者 然后家长预先知情 自己可以去考量 我也怎么办 要看父母 尤其是母亲的一个选择 很多人觉得怀孕很难 即使孩子是地平 我也要生出来 但是我生出来以后就做治疗 这是一个路径 对 如果经济条件还好一些 直接做试管 因为每一次 做三代试管的过程中 你都不是只赛选一个胚胎 可以是在很多胚胎当中 选一个 没有问题的 再进行植入 即使夫妻算法都带有遗算别的 我也保证后代没有这个形状 再下一步 如果我已经知道了 它有严重的一个遗算倾向 你做基因的修改 我可不可以进行基因编辑治疗 这就是现在美国已经批走 中国很多的也都开始做 就是对这个受精卵开始进行编辑 只有在这个时候进行编辑 我才能保证到后面的发育都没问题 是 对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伦理的问题了 一个很重要的伦理问题 今天全世界可以接触的伦理 是否错得改对 这个孩子生出来有问题 或者说他有严重的罕见病 我可以这么做 但是你比如说 我要一个生出来 跟老老师口才一样好的 这不行 让他更优秀一些 这就叫卑卑里赚 选择性 叫做涉及婴儿 这个现在绝大部分 是反对的